我們就是臺灣大集團結 讓臺灣變得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剛剛有一點口入 我再喊一次 侯友宇永遠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闆 侯友宇原來是總統 我是副總統 反駁你的特別賴清德或是民進黨的時候 其實你的證件就出來了 光一直談證件好像有點枯燥嘛 大家聽聽 聽個三分鐘以後可能也不想聽了 其實我準備了很多證件 可是後來我發覺那個場合有攻防嘛 因為小美琴也提出很多質疑我們的地方 所以一旦有攻防就比較熱鬧 能夠向我們的國人報告我們的證件 以及我的一些想法 這個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 那接下來我們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還有兩場的證件發表會 也會繼續的就今天還沒有談到的其他政策 再持續的跟國人同胞來做說明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